這個影片主要是教大家如何解決一些power equation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這個variable在base那裡 次方就是一個constant 等好的另一邊就是另一個constant 就是x的n次方等於k n和k都是constant 我們的目標就是解決未知數x 例如x的5次方等於9 x是多少呢? 做法就是這樣 首先它變成一個典型的power equation 即是x就是variable 然後index就是constant 等好的另一邊也是另一個constant 我們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把這裏5次方 怎樣弄走它呢? 5次方的這個數字5 就是power 我們就拿回5的倒數 recipical 5的倒數就是5分1 OK? 即是把1除回5 我們就兩邊都bracket 包括5分1次方 OK? 包括5分1次方 目的就是什麼呢? 希望把這個5次方約走它 x的5次方 x的5次方 再5分1次方 就只有x 右邊就變成9的5分1次方 這個9的5分1次方 我們也可以寫成9的開5次方 OK? 5分1次方 5分1次方 9的5分1次方 或者你可以把它寫成9的5分1次方 9的5分1次方 9 to the power 1 over 5 這兩個寫法 是一樣的 OK? 如果題目叫你給Exact answer 那你回答這兩個 其中一個也可以 這兩個寫法雖然不同 但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 但現在題目叫你把答案 correct to free significant figures 即是你用計數機計下去 9的5分1次方 用計數機怎麼按呢? 你可以按9 上箭咀 上箭咀通常是解次方的意思 因為你要輸入的是5分1次方 所以就開闊好1除5 然後輸入 那出來的答案呢 free significant is 1.55 那這條數就計完了